SNC VB770 它只要來到0.004LUX的情況下 都可以支援409600的ISO 但它主要是用於Surveillers做CCTV 現在是一個ISO 6400全黑的畫面 但大家不要忘記 青樓宇左下角 它真實光度的情況是全黑的 以往一般的話 紅透Infra-Ren就知道黑白畫面 而大家可以看到全高清和Color UAMC S3C 它主要是一個Compact和Mobility 它也是同樣是放在0.004LUX的情況下 都可以去到409600的ISO 而這個通常是可憑性比較高的 例如現在很激烈的航拍 可以做車鏡 還有拍攝一些不斷移動的Outdoor Event 一些機件的inspection和建設 都可以大快用盡 A99 Mark II 都是說一個速度的improvement 第一樣就是連拍速度 1秒12張連拍 對焦速度 我們沿用一個半透明反光鏡的系統 配合了兩個獨立的上位對焦 包括了上面79點的上位對焦 sensor 以及一個399點焦平面的上位對焦系統 你看到的coverage 在一個畫面上面是非常之廣的 無論是速度 甚至是準確度 都比之前第一代提升了很多 今次RX185 我們最重要主打的功效 都是速度上的提升 它的對焦速度 0.05秒自動對焦 另外連拍速度 它可以達至1秒24張的連拍 畫質上面其實都有提升 最主要提升的 Area 就是我們的Bionix 最新的影像處理器 加上一個前端的LSI晶片 其實這個在影像處理方面 無論是控制的Noise 或者是一些Details的Reproduction 都會比之前一代做得好的 A6500 我們也是沿用Sony的4D Focus 4D Focus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對焦會比較快 0.05秒的對焦 第二 Coverage會比較廣 就是425點的Coverage 連拍的速度 這次它可以做到1秒11連拍 其實這次可以打到307張上 即是你連續按脫24秒 它都是用最高速的速度去拍攝 速度真的好 這個Compensation 是達至5級的Compensation 它會比之前的fullframe 還會再高0.5級 我會準備好幾張 太結束了 湧府 還會比較爆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